什么是通货膨胀 在遥远的太平洋对面 有一个神奇的南美洲国家 委内瑞拉 这个国家看上去就这么一丁点 但它却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且盛产选美冠军 我们今天之最要说委内瑞拉 是因为这个国家最近实在是穷出了风格 穷出了水平 现在甚至连钱都印不起 因为印钱的那张纸 比印出来那张钱还要贵 就是这个本来应该富得流油的国家 怎么就成了这样呢 其实委内瑞拉现在这种异常的状态 叫做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原理其实挺有意思的 它是描述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状态的重要概念 而且直接关系到你的钱包 那么问题来了 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听个故事 从前大海上有一座神秘的孤岛 这里的集市只卖羊 岛民只能用手里的金子来买羊 羊的数量以及岛民手里的金子总量 都是固定的 突然有一天 岛民们发现了一座金矿 开采出来的金子 被源源不断地拿到集市上交易 很快 集市上的金子数量比以前翻了十倍 但是 人们手里的金子再多 也只能用来买岛上的那几只羊而已 这时候 羊自然就涨价了 原来一定金子买一只 现在十定金子才能买一只 也就是说 金子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 到这里 故事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中 故事中岛上所有的羊 就相当于我们市场上的所有商品 人们手里的金子总数 就相当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 也就是央行印出来的钞票 商品和货币 就是在市场中流通的两个主要元素 在正常情况下 商品数量和货币流通量是相对平衡的 因此 商品的价格也就相对稳定 但就像故事中突然出现金矿之后 羊会涨价一样 如果银行疯狂印钞 导致流通的货币 比客观需要的数量要多 那么就会出现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的现象 这就是通货膨胀 我们刚才说的委内瑞拉 从去年开始 印发了上百亿的纸币 最夸张的时候 动用了36架波音747飞机 运送新印出来的钞票 以至于现在 委内瑞拉人去超市买东西 都要拉着一手推车的钱 那么这个委内瑞拉政府 为什么印这么多钞票呢 这背后有很多政治 经济结构 以及社会因素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但我们要补充的是 通货膨胀 并不是委内瑞拉的专利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曾经经历过 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 比如 一战后的德国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 以及十年前的金巴布韦 等等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 通货膨胀真是太可怕了 这种事千万不要 再发生在我身边了 其实 我们上面说的那些 都属于恶性的通货膨胀 商品和货币量的比例 严重失调 用小岛的故事来说就是 市场上还是那么些羊 但金子数量太多了 而如果经济本身的增长 也就是商品的增长 是与货币数量的增长相适应的 通胀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 以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为例 90年代初的时候 一斤大米才7毛钱 现在都涨到了7块钱 这也是一系列通货膨胀的结果 但由于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 这种通胀就是相对温和的 甚至学界认为 适当的通胀 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 好了 不说了 我要去委内瑞拉卖卫生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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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